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台湾的政治人物跟名嘴 包括我们今天几位名嘴 好像比较会赌性坚强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 就是王世坚之前不是在那边打赌吗 说如果说蔡英文选书嘛 英诊的话她就要跳海啊 冒心脏病的风险啦 好了后来还闹一些争议 说什么老婆说你有心脏病 怎么让你跳啊 台北市的哪里说不能跳啊 好了最后就跳了啦在日本 从九层楼高的跳台 毫不犹豫一跃而下 海里来的男人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真的对线高空弹跳承诺了 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是很恐怖啦 所以说是一阵昏眩 但是我一想到要回来执行郝龙兵 我马上就醒了过来 所以是一个很奇妙 很恐怖的感觉 日前喊出小英选书就高空弹跳的 王世坚已经在本月初 悄悄前往日本千叶的母亲农场 冒着设施两度低温 以及高血压的风险 完成高空弹跳承诺 太棒了 你应该学了大概一百五一百六左右吧 在那一刻很久了 我特别稍微犹豫喔 那就没有诚意了 真的是诚意十足 日前原本预定在北恒时间 高空弹跳承诺 没想到计划曝光后 遭到官方反对 远赴日本高空弹跳 现在跳过海又跳过高空弹跳 网友戏称已经排入称霸 下次该去哪里跳 应该去问一问财神 当初这个高空弹跳是他提的 王世坚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堵下去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经验 王世坚相信 民进党也会和他一样 从高空坠落后再爬起来 这位新闻中好不好 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有够残忍的 刚刚亲人跟我讲说 你有没有看见 不是说各位名嘴 我们工作人员在耳机说 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高空弹跳 那根线比平常短 你眼睛要这么厉呀 短很多哦 人家毕竟已经半百了 我看了我都已经觉得 有心脏病要发了 倩林我觉得这个好像 政府宣导短片 后面还打字幕 一诺千金 能不能重视承诺 我要讲 上一次 应该是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其实知道吗 王世坚其实 我觉得他蛮可 算可怜 因为上一次 台北市 他说只要巴线过海 他就去跳海 结果真的 你知道因为上次 阿扁效应实在太强了 太强了 所以这一次 姚文是当选那一区 是上一次 我的学弟周首逊当选 其实那一次 其实民营党应该要选上 可是因为就是 阿扁那种 贪污的效应太强烈 所以连那个 最绿的地区都输掉了 那 所以他那次去跳海 而且也很好笑 他就好像是那个 水上摩托车吧 载出去 然后准备要跳 又不跳 对 要跳 他就滑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他是滑下去了 他不是跳海了 不过千玲 我回来 我讲重点是 他是蛮信守承诺的 但是我还强烈我的论点 因为你知道吗 他有高血压 他有心脏病 那这些都真的吗 对 所以呢 所以不要去计较 人家那边线有多长 我觉得玩一下就好 就算没有承诺 意思也到了啦 不要再讲 不要计较长短的啦 甚至人物愿赌服属 包括我们今天在做这个 一位非常令人佩服的女性啊 我们的光晴啊 他也真的跑去跳爱河哟 我跟你讲 最大损失是 每次提到王世坚 一定会提到我 就没关系 我跟你讲啊 王世坚真的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没有亲身去经历 你要兑现承诺 那不管跳海 或者是我跳爱河 或者是王世坚刚 你只要到那个台前的时候 哇 那个皮皮刺 而且有SNG 我们当时有SNG 不像他自己拍个录音带 偷偷摸摸的回来 现在这个电子媒体时代 真的很苦耶 我那个姻缘就是说 06年 我研判 我私底下研判 是说 我认为成局会输 因为他后来跟黄金运 最后三天 也是差在3000票 他选举 结果出来也不超过2000票 那个非常接近的 那就在一个台子上面 我就突然就是 那个肾上泄素 比较高昂一点 就是讲说 如果成局当选的话 我愿意穿着 比基尼去跳爱河 结果后来难倒我 不是跳爱河 而是穿着比基尼 那句话冒起来的时候 你自己也没有吓一跳 对 倩妮有问过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想要赖掉 我说实在 我也是人生父母养 我真的想要赖掉 结果后来接到汪笨虎的电话 因为那时候汪笨虎 冲过我耳朵里面讲说 光琴你不要叫赌啦 他说 他研判成局会赢 结果后来没想到 他一抓麦克风上去说 我跟光琴一样 我们如果说 我们赌的时候 如果成局赢的话 结果后来搞到我们 最后我们两个去跳 然后那时候 那个王定宇啊 他是借我们器具的 因为我穿一个潜水服 结果他后来二话不说 那我陪你们跳好了 那还会因为 我们社团的一个老先生 因为我虽然是初一上过游泳课 可是 说实在的 你跳下去谁理你啊 就王笨虎是汉鸭子 就我们就四个手牵手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是媒体时代 这个网路跟那个电视 他都会掉你的画面 你如果讲过这个话 你不对线的话 我们以后有凭什么 坐到这边乱扯呢 所以一定要对线 而且呢 在那边在那边 对 就是后来呢 跳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 你到那个台子的时候 哇 而且那是冬天的 冬天12月25号 是成局就此那天 你的圣诞节这样过了 结果 因为爱河已经比较轻了啦 没有像那么臭 就是这个简厅 结果他跳下去 汪笨虎 他是汗牙齿 他很紧张 而且汪笨虎年纪更大啊 对啊 他比我大12岁 他还数蛇的 结果我们跳下去以后 后来我听 王笨尹听到 我是没听到 他说那个汪笨虎一跳下去 脚都乱踢 乱抓 他这样 Q命哦 在那边叫 讲Q命 因为他有穿那个 就生衣 我们都没有穿 结果后来 只是做做样子 就是就爬回岸边了啦 然后接受美女采访 那我呢 面对那个 比基尼那个 后来有人A我啦 说实在 我还是对线纯组 我穿在里面 对对对 我有拉下来一点 因为身材实在太烂了 如果说你 没有诚意 如果你升级 没有诚意啊 跟你讲 你真的要勇气 我们在平常 在这边一关楚楚的 你如果穿个比例 你露得太多了 说尤其下半身 你随时被人家 掉那个镜头出来 就说那个说实在是要保护自己的 但是我还是给他穿在里面 你说像样吗 每次掉你那个画面 都掉你那个 比基尼 那个是有点有失体统了啦 我自己认为 那个跟我们身份也不合 那时候 这句话一撂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就想到 我怎么会讲比基尼 这样子 没有想到后面 他没有想到会说我 我不敢炒大啦 后面所有兑现承诺的 某种程度 是因为我们先去兑现了 因为外面跟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是媒体人 我们又在台面上 我们不能像政治人物 每次庆差公共说了就算 他认为 他认为我们 因为政治人物每次选举的时候 斩鸡头啦 对天发誓 要不是你家全家死光 要不是我们家死光 不然我小孩去撞死 不是有新闻还在讲说 你这样子对那只鸡不公平 他造了什么念 对 以前很多政治人物这样嘛 最赌的最大就是 陈友豪跟吴淑珍 第一夫人对赌啊 还要隔海 那时候已经呛的那个 然后已经到那么 选前几天 他说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我们吴书珍怎么讲 要跳赶快去跳啊 你先跳啊 就是以前政治人物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要对线 后来政治人物也跟了嘛 有脸说你在这边发毒事 或者说你说 你的研盘是怎样 后来你不去做吗 所以王世监被迫 他两次 一个跳海 跟一个高空谈跳 他这种人就是 没有学到经验 要從經驗錯誤中學生 你怎麼要賭那麼大的 對不對 你如果賭一個時候 我把頭墮下來當球踢 那這個 反正不可能 你要賭 賭的 又是你這個心臟病 會發作的 這個真的 早上好地也那麼困難 但是不管怎麼樣 話說回來 王世堅就我認識他的 我覺得他還算是有guts的政治人物 他敢講他做到了 要賭 賭 要不然就大一點 像光琴姐剛剛講的 你不可能會把腦袋真的給剁了 要嘛就小一點 像我們易鴻大哥 我請你吃吃飯就好 我還賭小 我是要賭大 他們不可能 我賭 賭最大 第一次講說 我如果錯的話 從此不上節目了 就是我賭了 賭上你的事業了這樣 賭了好幾次啊 我錯了 我從此不上節目 賭了好幾次 後來人家卻我說 不要賭那麼大 因為我賭 沒有人要跟我賭啊 不是 我不是賭 他不上節目 我是賭 我自己不上節目 人家知道你已經錯了 不曉得你不上節目 賭這種東西是這樣 其實像王世堅不要替他擔心 誰會賭高空彈跳 他會賭高空彈跳 就表示他可以高空彈跳 你知道嗎 不是 王世堅嗎 他沒有人家沒有說啊 他沒有告外出來講說 你怎麼可以啊 你的心臟怎麼樣 當然啊 心臟這麼講嘛 王世堅他如果沒有高空彈跳過 他會賭的時候我去高空彈跳 他為什麼賭我跳歐山口 這個都是他考慮過的 王本土不敢說跳愛河 為什麼 一堆人來看啊 就是說不會游泳 跳下去人家把他撈起來 委員會不會覺得你們這些名嘴也太入戲了 對 我想啊 其實你可以 你講這句話非常恰到 真的 我們的名字也都是啊 我們有時候看 我們自己在看這些名字也講話 怎麼講說 哇 比當事人還要入戲啊 其實不必要 我覺得我們最有名的是 李登輝說他千副自殺 不可能嘛 那可是光琴又幫我解答了 那種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可以賭 哇 千副自殺 跳火山口那就可以賭 為什麼 那不可能做嘛 反正是高空彈跳啦 我要做那個什麼 全世界最長的這個 那個什麼 自由落體 天啊 那個不能賭 那個可以做到 所以要賭啊 我也奉勸大家不要賭 因為賭是壞的事情 這一段小朋友千萬不要去 不過政治人物也會賭上名嘴啊 很有名的就是我們的沈大佬到余天家去掃地啊 掃個地也太容易了 馬上回來